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Sindy 欢迎你来到这个讲故事的时间 今天我会和大家读一本书叫做 Dear Sue 《亲爱的动物园》 是由Rob Campbell 写的 是中文和英文版 各位小朋友 你们去过动物园没有? 你知不知道动物园里养了很多不同种类的动物 有些很大 有些很小 有些很凶恶 也有些很温馴 今天这个《亲爱的动物园》里面 他就说 我想在家里养一只宠物 于是就写信去动物园 叫他们送一只宠物给我 我就写这封信去动物园 我写信给动物园 请他们送来一只宠物给我 他们送来一只大象 他太大了 我把它送回去 大象太大了 我要将它送回去动物园 于是他们送来一只长颈鹿 他太大象太大了 我把它送回去 长颈鹿 颈好长好高 我将它送回去动物园 于是他们送来一只狮子 他太大象太大了 我把它送回去 狮子好凶恶的 我将它送回去动物园 于是他们送来一只鲁鲁鲁鲁鲁 脾气太坏了 我将它送回去动物园 我将它送回去动物园 他的脾气好差的 于是我将它送回去动物园 于是他们送了一只蛇 他太可怕了 我把它送回去 好凶蛇 于是我将它送回去动物园 于是他们送来一只猴子 他太还皮了 我把它送回去 猴子太白厌了 好可怕 我将它送回去动物园 于是他们送来一只青蛙 他太活跃了 我把它送回去 正话好活跃 整天挑来挑去 我将它送回去动物园 于是他们在想 我可以送什么动物给他 于是他们细心地想 然后送来一只小狗 他最适当了 我把它留下来 是 这只狗最好 最适当了 最适当了 我将它留在家做了我的宠物 小朋友 当你读完这本书之后 你最喜欢里面哪一只动物 各位家长 你可以问小朋友几个问题 问他们为什么你喜欢这个动物 有什么动物你最喜欢 还有你自己喜欢什么动物 为什么 那经过你问这些问题的时候 小朋友他们就要想起这个故事 讲过什么动物 借着他们的思考 和说给他们听的时候 就对他们的思考 和表达言语的能力是很有帮助的 同时你也可以和小朋友再看一次这本书 给他们看不同的动物 好像他们说 这只是狮子 那你问他这只是什么 那狮子是什么 那狮子是什么的 狮子很凶的 还有狮子可以发出什么声音 他就说 哇 那经过这些不同的动物 你去问他们 从中他们就会认识到 不同的动物的名字 和不同的动物的特性 和你都知道这些动物 他们会做什么 和发出什么声音 这本书是一个好的书 给小朋友来读的 因为它的公仔 是在后面的动物是被盖住的 那小朋友很好奇的 很想知道后面 是有什么动物在里面 那我们就读的时候 请小朋友一起来揭开 这样就可以提高 他们对这本书的投入感 和增加他们的兴趣 想继续读完这本书 那我们知道 阅读对小朋友 在这个语言 书写 即是认字 认图 和学习聆听 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最后 如果你有时间 可以带你的小朋友 一起去动物园 参观 和玩 到时候 小朋友就会告诉你 他最喜欢什么动物 和这个动物可以做什么 动物是多大 和可以发出什么声音 希望你们大家都喜欢 今天这个故事 希望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